张萌与金恩圣于21日在三亚盛大结婚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两人的绯闻才刚平息没多久 就有人爆出李圣和李嘉航要结婚的事情 而且还放出了主持人伴郎伴娘 这件事一传出去 立刻引起无数人的讨论 这位网友还说 李圣和李嘉航要在大理结婚 之前还在那里看戏 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陈鹤 毛不易 孙艺珍 这位男演员说 他们的伴郎还在一起 都是圈子里的朋友 海璐刚刚做了张萌的伴娘 现在要做李圣的新娘 就不怕被人嫌弃 根据网上公布的节目组 李圣和李嘉航的婚礼 要远远超过张萌和金恩圣 光是这次的活动就有28个 李圣的人气还是很高的 湖南人李圣 早年在《精英之星》中出演了《精英之星》 起初李圣在湖南发展 和何炯走得很近 其实 李圣在娱乐圈混了这么多年 却是平平无奇 后来凭借新环珠格格中的 小燕这个角色 终于在圈子里展露头角 李圣与现任丈夫李嘉航相识 并由此产生感情 并迅速成为恋人 要知道 李圣和李嘉航的七年婚姻 两人的孩子都四岁了 而他们的丈夫 却始终没有要举办婚礼的打算 这两年李圣和李嘉航经常有绯闻 李嘉航出轨了 他一怒之下 要起诉那个造谣重伤的人 最后对方认怂 赶紧把消息给删了 随后 李圣的朋友江晨发了一条微博 祝他开心 说他的婚事 他会回报的 很多人都在想 李圣是不是已经离了婚 也有人开着玩笑 不知情的人 都觉得李圣要去找江晨了 事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李圣在微博上表示 自己的好朋友并没有把这条微博发出去 照片是伪造的 还有一些不怀好意的谣言 说他和李嘉航关系不错 现在李圣要结婚了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